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敬请收看本期揭秘 上世纪70年代开始 全球兴起了一股 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浪潮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 就像一股狂风席卷而来 从1973年开始 短短五年间 香港就解除了外汇管制 开放了黄金市场 建立了商品期货市场 甚至引入了外资银行 实现了资本进出自由 由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港 这个时候的香港 就像是一个冲浪运动员 脚底下踩着的 是一波又一波的财富巨浪 每一个香港人 也都坐着发财的猛 想有机会 能踏浪而行 咱们多赚钱 其中就有一个叫 陈松青的商人 瞄准了这个时机 也瞄准了人性中的弱点 就是贪婪 建立了嘉宁集团 通过公司上市 成功打造了自己的财富帝国 1980年 嘉宁集团的股票刚刚上市 就从每股6元 升至每股17.9元的历史高位 在香港股市中掀起了一阵巨浪 1981年 嘉宁集团对外声称 盈利20亿港元 这样的盈利额度 与当年英资汇丰银行 相差无几 这成了香港社会 万众瞩目的传奇故事 此后 嘉宁集团董事长陈松青 成了关注度极高的风云人物 嘉宁集团的股票价格 也因此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线上升 买嘉宁股票 能发大财的传言 越传越广 迅速吸引了数百万投资者 正当每个人 都以为陈松青的传奇故事 会成为香港金融界的经典时 谁也没有想到 嘉宁集团竟然如泡沫一般 在极其短暂的繁荣后 突然破裂 1982年 中英政府正在就香港前途 展开谈判 香港的归属问题 成了双方谈判的焦点 正当香港民众 在热议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时 1982年9月 嘉宁集团突然宣布资金运转不灵 几家分公司濒临倒闭 这个消息如同晴空炸雷 让所有香港人难以接受 这之后 嘉宁股票持续走低 到1983年1月3日 嘉宁股票在交易所 停止所有买卖 叱咤一时的商业亡国 就此土崩瓦解 在嘉宁集团宣布倒闭后不久 1983年7月的一个早上 香港就发生了一起离奇谋杀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玉米银行的 和树师被发现浮尸于香港大铺的交零 警方调查显示 他生前正在调查 玉米财务与嘉宁集团之间 不寻常的巨额贷款 廉政公署调查员层层剥茧 历时17年 香港司法史中规模最大贪腐案的涉案金额 竟然高达66亿港元 这官司一打就打了整整15年 十年建屋计划引发层层黑幕 香港也有保证性住房贪污案 在屡屡发生问题的背后 隐藏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官商勾结 敬请收看本期揭秘 咱们要知道 财务上出现重大问题的公司 恐怕的挂牌上市是难上加难 更何况嘉宁集团不是简单的公司 它有几十亿港元资产 可称得起是巨型的商业帝国 但是如果举报属实的话 那么在银行 政府和嘉宁集团之间 就必然存在着贪污受贿 玉民银行成为了廉政公署调查的目标 想要找到嘉宁集团与玉民财务之间 贪污行贿的记录 就必须查清这两个公司之间的财务往来记录 通过对财务记录的核查和整理 找出财务漏洞 这成了嘉宁案的关键 廉政公署从警方手中取得大量 与嘉宁集团和玉民财务有关的文件 这些文件足足放满了47个文件柜 专案调查人员从一开始的12人 到半年内扩充到了25个人 之后又扩充到了40多个人 调查员们每天埋手于档案之中 在那个还没有计算机的年代 如此查账意味着大海捞针 他们不仅要克服 从大量档案资料中取证的艰难过程 更要走访 调查 与嘉宁集团有过贸易往来的11个国家 面对如此复杂庞大的案件 调查人员没有退缩 金融案件的调查过程当中 最大的难题就是取证 熟知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手段的 会计师和算师 他们自己有办法 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呗 像什么财务资产转移 股票证券买卖 这些看起来没问题的记录 它底下可能掩藏着的 就是贪污受贿的黑色交易 你要是没有点丰富的金融知识 外行你再看 根本看不出来 连政公署的调查员 就不光要学会查案 还得钻研金融跟证券 那么说他们有多专业呢 如果把他们放到华尔街 估计一个一个都能变成金融大鳄 1982年香港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 依然是备受瞩目 庞大的国际资本 全部涌入香港 加宁集团当然也不例外 大量接收来自海外的投资 什么法国 英国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的资本吧 不断的注入 这个时候如果要想查这些资金链 必须得去海外调查取证 国际金融案的调查 实话说你放到今天 也不是简单的事儿 更何况三十多年前 负责这个案件的香港廉政公署 调查专员只有区区四十人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后 调查人员终于在长达 四百万页的材料中 发现了加宁集团 高达66亿港人的贷款漏洞 这些贷款大部分 没有齐全的手续和记录 甚至还有放款之后 再补当的情况 另一些不明款项 则通过股票买卖的方式 从嘉宁的名下 转到育民财务几个 高层和亲友的名下 大量证据汇总之后 廉政公署开始采取行动 1985年12月 廉政公署和英国警方 展开联合行动 在香港拘捕了陈松青 同时在伦敦拘捕了早已辞职外逃的 育民财务前主席和前任董事 廉政公署的抓捕行动 无疑大获成功 但是调查人员竟然无法将嫌犯引渡回港 原来设施外逃的陈松青 和嘉宁集团的这些董事们 精通法律 甚至有的人本身就受过专业教育 拥有律师资格 被捕后 他们立刻发动关系 寻求各项途径反对引渡 利用法国 英国和香港司法系统的 不同及大量手续工作 大打拖延战 面对漫长的司法程序 廉政公署的选择是 奉陪到底 不管司法程序有多复杂 手续有多么繁琐 专案组的调查员都不会放弃 除了继续不断搜查新的辅证之外 他们还聘请相关的法律顾问 一点一点告 一个一个的告 所以这官司一打 就打了整整15年 这个事使香港从政界金融界 到普通百姓都备受震撼 就连香港司法界的法官 和公诉人也存在着贪污包庇 沆瀣一气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金融泡沫 那么简单了 感情这看起来繁华的经济腾飞之下 居然掩藏着如此可怕的贪污现象 2000年3月25日 最后一名主要被告袁朗达被裁定 收受陈松青450万元贿赂罪名成立 陈松青最终被法院判决入狱三年 这宗轰动一时的商业诈骗行贿案终于完结 加宁案的受害者除了大量的股民外 香港所有的纳税人都间接地受到影响 甚至整个香港的形象都受到了巨大损害 法官在判词中也有提及此事 被告等一小部分人的不法行为 严重破坏了香港这个商业金融中心 多年以来所建立的良好信誉 直至今天 加年诈骗案的多项记录仍然是联署之罪 有些更同时刷新了香港司法史的记录 政府诉讼费高达2亿1000万港元 政务文件400万页 接见证人450人 由于此案从调查到最终完结 长达17年 导致联署许多参加查案的工作人员 在案劫后获特许常年休假 廉政公署调查员层层剥茧 历时17年 香港司法史中规模最大贪腐案的涉案金额 竟然高达66亿港元 这官司一打就打了整整15年 十年建屋计划引发层层黑幕 香港也有保障性住房 贪污案 在屡屡发生问题的背后 隐藏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官商勾结 敬请收看本期揭秘 嘉宁集团的案件得以侦破 所有廉政公署的调查员心里 被情绪很复杂 一方面是如释重负 能把这贪污案挖得这么彻底 有一个算一个都送上法庭 已然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些人开始心生忐忑 这一个案件调查取证大费周章 就花了十几年时间 那么1977年港督麦里号颁布的 那个局部特赦令 会不会成为未来调查取证时候的 绊脚石呢 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到了 1977年11月5号 港督麦里号在面对大批警务人员 暴动的时候不得已签了这么一份 局部特赦令说1977年1月1号之前 所有贪污行为 咱们是既往不救 这片接过去了 这个特赦令就给廉政公署 日后的调查和追查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犯罪分子甚至拿这个特赦令 当挡箭牌去逃脱法律的制裁 正是在嘉宁案告破的同一年 1982年这个隐患 在香港公共住房问题上 开始显现了 街头行人摩肩街中 高楼大厦林立 公路上车水马龙 这是外来者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土地面积 为1104.32平方公里 大约是上海市的六分之一 天津市的十分之一 常住人口约700万 香港实际可用于民用建筑的土地 包括新建住宅办公楼 商业大楼和工厂的土地 主要集中于香港岛 九龙半岛和新建的新市镇 人口也主要居住在上述地区 而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之高 是举世闻名的 香港的高档住宅价格 与伦敦纽约的豪宅价格差不多 但是香港却并非只有富豪 中下阶层的居民 多住在售价或租价比较便宜的公屋里 香港的公屋制度起源于50年代 当时香港曾经发生一起大火 居民区到处充满着破旧的房子 几千名灾民无家可归 政府为了安置灾民 临时盖了一些比较简易的工房 让他们住 这就是早期的公屋 1972年 港督麦里浩公布十年建屋计划 使得香港公屋建设 告别了安置灾民的时代 转为致力于为香港低收入居民 提供设备安全又合理居住的住所 经过数十年的建设 香港形成了庞大的公屋网络和制度 超过200万香港居民住在这种公屋里 公屋对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然而 凡事都有两面性 房屋署是香港政府建设公屋的专门机构 这些政府承办者 凭借着手中的权力大肆连财 催生了大量豆腐渣工程 公屋 用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说 就是保障性住房 这当然对老百姓来说这是福利 但是全世界范围内 保障房的建设 总是会出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屡屡发生问题的背后 隐藏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官商勾结 如果说嘉宁集团案影响到了一些炒金融买股票的市民的利益 那么公屋建设上的贪污腐败 要影响的是每一个香港人普通的生活 甚至是生命安全 这个时候港督麦里浩已然离任了 新上任的港督尤德爵士 他会怎么样处置此事呢 由于政府没有对修建公屋制定相应的监督制度 导致了大量的公屋偷工减料 这些微楼严重威胁了香港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香港市民在愤怒之下举行了大规模游行 这惊动了新上任的港督尤德爵士 尤德爵士是一名英国资深外交官员 熟知中国事务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曾任英国驻华大使 新官上任三把火 尤德当即下令联署调查此事 公屋的大规模建设最早在1967年 当时香港社会上发生了很激烈的反英运动 这就使得港英当局意识到 如果我们要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 政府就必须保证民众的住房 香港的公屋计划至今 在全世界仍然可以说手去一指 政府在房屋方面承担和投放的资源 也是世界之最 在这种政府牵头民间商业组织竞标的情况下 很多人看到 这里边有利可图 有油水 所以他们能打通一层一层的政府关系 多打通一层就能多拿一份钱 一层又一层抽成扒皮之后 缺乏监管的公屋计划 你琢磨那能不滋生腐败吗 1982年1月9日 廉政公属针对公屋背后的腐败链条 展开了调查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整整半年过去 调查小组没有丝毫进展 因为新建房屋专业性较强 联署里面对这一行业了解的人 一个都没有 为此他们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 却不得要领 证据更是一无所获 同时更多的调查阻力也相继出现 尤其是当年的开发商 建筑商等相关人员 大多已经转行 有许多人甚至移居国外 这时候想要找到证据 难度可想而知 联署真的对此案无计可施 毫无办法了吗 一个转机意外地到来了 一天几名联署人员 去一栋威罗工地调查 亲眼目睹了一撞撞破旧的楼宇 也见到了正在拆除作业的工人 一般说来 拆房如不动用大型机械 纯用人力极不容易 但在这些工屋这里 别说用大锤 就是用一根普通的钢筋敲击下 也能掉下一大块 看到联署人员来到现场勘查 这些深受其害的居民 痛哭流涕地说着自己的惨状 让联署人员受到巨大冲击 那天专案组成员 每人从工地上捡回了一个混凝土块 回到专案组后 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将混凝土块 摆在专案组办公室里 从那以后 每当小组成员感到气馁 其他队员便会指着混凝土块激励他 你看看这个吧 只要你看到他 你就会知道 无论你经历多大困难 都是值得的 靠着这样的信念 专案组坚持了下去 重新找回了昔日的士气 果不其然 随着调查的深入 调查员们终于发现 一家运营资本 只有20万元的公司 在1969年 竟然成功获得了 价值3600万元的 政府建筑工程合约 不但如此 这家公司在短短6年间 已从政府承建商名单上的 榜末位置 跻身到了榜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必须得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上任港督麦里号颁布的特赦令 至今已有七年 这七年香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期间 廉政公署破获了大大小小的贪污万件 深得香港民众支持 廉政公署也很清楚 自身能够长久存在并不断壮大 又赖每一个香港民众 廉政公署的办案核心 始终是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 这毋庸置疑 因此 当廉政专员们 面对这桩百姓极度关切的公万件时 表现出了坚定的办案决心 即便挡在前面的是实施了七年的特赦令 随后 廉政公署的调查员们 用最短的时间将获取的证据资料进行整理 调查员们准备拿着涉案人员贪污腐败的铁证 去见新任港督尤德爵士 1984年时任港督尤德爵士 拿到了廉政公署调查的公务案 贪污腐败的证据资料 让人诧异的是 这个早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 并没有得到港督尤德爵士